大家好,我叫胡志勇,来自清华大学 现在是电子系一名大二本科生 今天我们来到了医学科学楼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2点51分 让我们来带大家探索一下凌晨的神经工程实验室吧 好,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清华大学神经工程实验室 那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实验室来体验一下脑机接口 学长您好,我们是做实验室探访的 然后今天慕名来到了神经工程实验室 可以来体验一下脑机接口 然后就是请问一下您现在在做什么呢 然后就是向大家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神经工程实验室的硕士生 我叫孙一科 我是神经工程实验室的博士生 我叫孙敬南 那学长,我能自己体验一下脑机接口的项目吗 可以的,没问题 所以现在带这个就是要接收脑电波吗 对,它是那个上面有64个电极 它可以测到你全脑的脑电波活动 我们也是根据你的脑电波活动来做出那个分类 脑电波活动 大脑所有区的64个电极就可以把大脑所有区的脑电波检测出来 对,它实际反映的就是你的神经活动 对,但是我们这次只用整区 也就是我们视觉区的9个导电就行 这个要往哪脑子上打吗 不,这就是因为头发正常会有油脂和灰尘 会增加导电的阻抗 所以我们打一些导电的戒指 然后让这个信号变得更加理想 对,这个成分就是淀粉水和一些盐 淀粉是让它保持胶状,然后盐负责导电 这个东西会对头皮有损伤吗 不会,它和洗发液的成分比较相似 现在屏幕上这些东西是在实验还是 这个颜色就代表着阻抗,也就是导电的效果 你看它在右手边有一个颜色的条 可以看到越往上是阻抗越高 就是导电效果越差 对,然后越往下颜色越深的话 它这个导电效果就会越好 然后这每一个方块就代表一个电极的位置 对,这个方块的颜色就代表当前这个电极 现在的一个导电的性能 一般到蓝色就可以了 对,针管在上面转是为什么的 这个针管本身是顿的,它不会损伤你 我在转的目的主要是把你的头发剥开 让导电膏能够充分的与你的头皮接触 你现在按空格就可以开始实验了 按空格就可以了 这个 这是一个我们GVSCP脑机接口做的一个自由聘写的键盘 你可以就是盯住你想输入的字符 然后它就会自动探别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在看哪个字母的话 它就会出来哪个字母是吗 对,是的 它是因为它的每一个闪烁的那个块 它的频率都是不同的 当你在观看一个特定的一个块的时候 你的脑子里会出现与这个块的闪烁频率 所向所平的就是一个几乎相同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们读取你整齐的信号 就可以知道你现在的注意力是放在哪一个块上 从而完成我们的拼写 那我现在的判别速度是多少呢 像大约 你现在判别大概是0.6到4秒的一个浮动 0.6到4秒 那很慢 其实也还好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个算法 目前有一些比较先进的算法 可以做到0.1秒判别一个目标 0.1秒那就非常快 我觉得跟说话打字应该都差不多了 对,跟正常的键盘输入就速度是差不多的 我们在今年的那个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就举办过一个就是人用手机敲字符 和脑机接口敲字符的一个比赛 总的来说就是 总的来说我们的那个脑机接口的速度 基本上能够达到手机手敲键盘的一半以上 那已经是非常快了,我感觉 这个速度还跟那个有关吗 它的判别速度是跟你的信号质量相关的 你信号一般越好,它判断速度越快 霍金的那个是不是跟这套系统应该有没有关系呢 霍金那一套系统它是采取的另外一套方案 和我们这个不是一个 对,霍金的那套系统是实际上是微软帮他们去量身定做的 相当于最后它的方案是通过眼动 就是眼睛去看,检测眼动的信号 加上它的一部分积电的信号 来做的一个混合的系统 那我觉得它用这套系统可能会更加更方便一点 也有可能 它那套是量身定做的 哦,那就我现在讲话 然后听你们讲话这些都有影响吗? 对,是会有影响的 对 环境对你老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SVP信号相对而言 它的幅值和强度都很高 所以一般来说影响也不是太大 是的 然后我刚刚感觉到就是可能我自己在说话 包括听你们说话的时候更难判 然后错误率可能也会比较高一点 对 相应的你也用一些干擾 然后肯定比纯定的信号是要这个 要问题会有一些 那等于我们就是根据这个脑电波的那个形状 然后不同频率给一个分类 然后就根据那个分类判定你这个频率对应的是哪个字符 对吗?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这套东西主要还是应用于像电动人等残障人士 他们没有办法自如的与正常的交流 但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就只是用他们的脑子与眼睛来完成打字 从而完成与其他人交流的目的 对,其实我们的思路也可以更加开阔一点 我们现在的这个这套系统实际上就是找到刺激和你想应的一个对应的关系 当然我们在这套系统上是用来做打字了 那其实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用来做其他任务的这种控制 就比如说去控制无人机的方向 控制这个机械手臂的一个移动等等 其实都是可以应用这个系统 这个就是我现在脑电波的状态是吗? 是,这是你整区的脑电信号 整区 一次我们打的9个岛 看到不同的物体 看到不同的刺激 现在都会在这上有所反应 你现在可以闭上眼睛 你可以闭上眼看看你这个信号会有什么变化 好,你现在把眼睛睁开 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脑电波是你闭眼之后的脑电波 旁边都是你睁开眼睛 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这一段比较纯正的信号 一般我们把它叫做alpha波 它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被发现的脑电波 因为那个SSVP的响应区间在你的alpha波段附近 alpha波段附近都是一些比较低频的一些闪烁信号 始终能明显的感觉到 我们提到脑机接口的话 好像之前马斯克那个风头是比较剩的 那您对他有什么看法吗? 就他的研究 马斯克的研究本质上是一个工程问题 就是他的主要的贡献在于 他将一个比较微小的芯片 能够集成封装放到那个猪的体内 这一点,而且是无线充电的嘛 这一点在工程上确实做的还比较好 但是他在神经上 也就是他是解码株的运动 这些事情 其实就用我们这套设备也可以很轻松的去做到 就是他的那个主要创新点在于工程上 在我们的脑机接口方向并没有有很大的创新 更多是在硬件 在系统大件上 更多是在他的那个无线芯片上 和脑机接口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像我们属于在做算法 那今天感谢学长带我体验了一下 这个脑机接口的神奇之处 然后我觉得今天想问的问题也都问出来了 然后感谢学长能够为我答疑解惑 并且在这么晚的时间给我们做了这样一场实验 谢谢学长 没事 没事 那就是 谢谢 对 很g대� 这就是